你们的这个藏服的长胆 它是不一样 你们可以自己看一下 对哦 我在影视作品里面 我经常看到这个搭配的 都是那种老爷级别 就是一个主人的感觉 对吧 那像我们这种 就是藏族的小伙子了 对不对 我就非常快了 耶 怎么又活力了 许来 演技怪 像陈克老师这样的 就是干农活的 哈哈 我光荣啊 劳动我光荣啊 对 怎么了 对 不服 对你的气质很大 反正就是 干完活到这领粮食啊 我呢我呢 你这个就是文人雅士的一个 文人雅士 对对对 文人雅士 那我和武艺的 你的这个就是平常的 我们百姓穿的 百姓穿的 咱们 你的就是文人雅士 你们两个是一样的 哦 哈 你好你好你好 然后就是你们现在这个袖子 要这样拿到手上 哦 袖子它是有两种搭法 一个是往上搭 还有一种就是往下搭 这样两个往下 他这个往下搭的话 就是比如说看到自己 比较尊贵的老师 然后是你家长对 就是那种 那反过来就是不不 尊重的意思吗 不是不是 他反过来比如说 你是年轻小伙子吗 然后看到比较心仪的姑娘 他就是往上这样一起搭一项 看到心仪的 看到心仪的姑娘都这样 对往上搭 明白明白 明白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